MING PAO 好漂亮喔 好舒服喔 我媽媽真的要到了 送這給她應該很高興喔 小姐 請問一下這個多少錢啊 這個四萬五 四萬五 可以便宜一點嗎 這已經很優惠了 價錢很便宜了 這個小女孩妳好 妳好 我是這兒老闆 老闆 老闆妳好 老闆妳好 剛好我們明天有個特賣會 那妳可以來 今天接受我們的訓練 那那個工資 也許可以讓妳把戒指帶回去 把戒指帶回去 不好意思 戒指 給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太興奮了 來 咱們Summer今天來到的地方 是哪裡咧 是當鋪呢 在許多人的印象裡頭 當鋪就是個見不得光的 神秘感非常濃厚的地下職業 不過這一樓的銷售部 看起來像是高雅的珠寶精品店 要Summer在這裡打工 萬一有個閃失 製作單位怎麼賠啊 好 OK 這個就是今天魔鬼訓練營的 第一天開始 魔鬼訓練營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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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看Summer這麼有信心 還直接被帶上會議室 參加秘密定價會議 製作人也鬆了一口氣了啦 不過珠寶能來個跳樓大拍賣 這這這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由四分妳帶著Summer下去褲房 好 把東西拿上來 好 再一次丁清理 丁妮妳要小心一點 好 因為有一次有任同仁 東西打破以後 到現在想到還就在哭 好 我會小心的 特別要小心 秦姐我們不是在拿東西嗎 你為什麼會帶我來這個小房間 我們不是直接到褲房 一定要這個單子 然後送到器送袋打下去 我們才可以下去拿東西 為了杜絕典當爭議 秦老闆不習全本 架設了這一套器送系統 力拼銀行的規格 透過器送物品 可以不經由第三人之手 把吊包的風險降到最低 只要壓個按鈕 器送屏就會在管道內 轟隆隆的奔馳 從二樓直接飛進地下室 來 下面到了 來 這邊是 這邊是 是 這邊就是我們要進入保險庫 拿流氧品 好 是 秦姐 為什麼打不開啊 真是新來的 這個門怎麼可以隨便這樣開 一定要有這個卡才能開 而且我們這是密碼 密碼不是鑰匙 像這樣子 還要說密碼 對 它門才會開 所以不是我是定員 我就... 不可以 一般人是不能開的 我們做經理集才可以開的 來 我說Summer啊 這位在地下室的庫房 可是當鋪的心臟地帶 它的安危啊 牽涉著整間店經營的脈搏 所以秦老闆對於庫房的 維安標準特別看重 豈是任何人可以擅闖的地方 Summer啊 難得來到金庫 快點去開開看啦 轉不了 這樣子 左轉 左轉 OK了 所以可以把它拉出來 轉一下 轉一下 好 施大步 你只能開這個門 因為裡面的話 我們除了是老闆或是經理 才可以進去 一般人都不能進去 哇哇哇 這真的是銅牆鐵壁耶 這間密室耗資五百萬元打造 從天花板到地板 都以雙鋼板 雙鋼網製成 比銅牆鐵壁還穩固 滿滿的監視系統 還連線到警察局 滴水不漏的監控 就是為了保護裡頭 價值不費的金銀珠寶 小心 今天早上你沒吃飯啊 有有有 有吃飯喔 小心喔 小心 可以嗎 有點重喔 慢慢的 好 慢慢的 好 這個東西是很貴的東西 你可以嗎 很貴的東西 可是秦姐 我這樣看 看起來沒有很貴重啊 集合而已 它的玄機在裡面 裡面的珠寶 這裡面的珠寶 市價都要兩三億 等一下 秦姐 等一下 妳說我現在抱的這些 兩三億 是 它是兩三億 所以妳要抱好 妳要把它當祖宗來抱 我抱著一個地寶嗎 對 我說Summer啊 妳得抱緊 抱好 可千萬不可以出任何差錯耶 秦大哥 好 辛苦妳喔 我剛剛有搬到手 都已經在發抖了 已經太緊張了 是喔 搬珠寶搬到手發抖 對 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的經驗 秦老闆說啊 這次出秦的珠寶 都是流蕩品 也就是點蕩超過三個月了 主人沒有來輸回去 大家看到 這桌子上的東西沒有 珠寶 銘錶 包包 秦姐 我想問一下喔 我們這樣子就是 這一次拍賣總共有幾件呢 我們這次大概差不多是 五 六百件 五 六百件 對 五 六百件 那五 六百件市價總共是多少 市價是吧 市價大概是兩億五千萬 兩億五千萬 市價全部兩億五千萬 對 市價兩億五千萬 那我們這樣這一次預計 就是這樣子拍賣的話 會有多少的大概 大概賣的話 剛剛有我們剛剛會計 會計庫站出來的話 如果這一次賣掉的話 是八千多萬 八千多萬 什麼 二點五億的東西 只賣八千萬喔 老闆啊 到底拔幾折啊 最便宜的有一百塊錢的 那拿來我看看 我們原來的這個拍賣價是多少 我們拍賣價是一萬塊 雖然說賣到一百塊 百分之一 因為 一折 對 請老闆這樣不就賠錢了嗎 別說這欲墜 從一萬塊變成一百元啦 就說這一對股東耳環 也從流蕩價三萬塊 變成拍賣價一千元 這算一算 可是比一折還要低呢 請老闆啊 這樣真的不賠錢嗎 這個東西如果賣不出去 那就不是價錢的問題 它三萬賣到現在 我們用一千塊賣出去 原因就是因為它賣很久了 我們一方面回饋給客戶 二方面希望把庫存清出來 換成現金回來 所以我們經過這次檢討 利用這一次機會 把東西用最低的價格 拍出去以後 我們把錢換回來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循環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原來當鋪是讓人登很盯的地方 但如果留當品一直沒賣出去 資金壓久了 對當鋪來說也吃不消 所以只好忍痛初期 換現金啦 我們這次有一個歷年來 從來我們本公司沒有很少看過 這種東西的 它是十一顆拉GIA的全美鑽 十一顆拉 是 通常我們都是幾分幾分的 竟然是十一顆拉 觀眾朋友們啊 我們現在就來欣賞這十一顆拉鑽石的美 好美喔 它的顏色是H 進度是VVS1 車工是三個Excellent 這堪稱鑽石極品 其實當鋪也是跟著景氣循環 大環境不好的時候 有錢人縮手不敢投資 桌面上是看不到那麼多的流當品的 上面妳見過這麼大的鑽石嗎 沒有 好 妳今天有眼福了 水晶是看過 等一下 妳要小心 看一下 十一顆拉好大顆耶 我看這一顆喔 如果沒有四萬有緣人 有緣人沒碰到啊 如果退休給我好了 我不要現金 我要鑽石 鑽石很久遠 一顆永流傳 這十一顆拉美鑽 市價三千八百萬元 拍賣價呢 兩千零一十一萬 幾乎是大五折耶 秦老闆說 三十年前 當鋪的老闆會看鑽石 鑑定鑽石 就很了不起了 但是啊 到了現在 除了自身的經驗判斷之外 他還引進了 要價高達上百萬的高倍鏡 紅外線光圖衣等等一切 來鑑定珠寶真假 所以我們公司本來是正店之寶 這次也要拿出來賣嗎 還要正店之寶 有 這是正店之寶 那這一條要 這一條要 市價五千萬 天啊 這餅的十一顆拉鑽石 市價足足多出一千萬耶 這天然緬甸翡翠玉珠A貨 35顆市價五千萬 現在特價一千三百八十萬 賠本賣出 我跟妳講喔 妳現在拿的是 可是以前慈禧太后戴過的 真的假的 是啊 去傳是真的喔 妳要不要戴再看看 好啊 妳搞不好 我買不起 我戴的話 總可以戴再看 對啊 我之前我有戴過 我就可能以前 我也是慈禧太后 怎麼戴得那麼順呢 我現在戴應該也是喔 我覺得 可是我是慈禧太后的那個嗎 是 老闆都還沒看 妳知道嗎 真的嗎 我戴了一下 妳可以... 慢慢的 好緊張喔 五千多萬的東西 哇 我現在整個覺得 幾乎六千 然後我覺得我已經整個不太一樣 人家都說 翠玉是有市無價的 在國際市場上 尤其是華人世界 翠玉的流通很大 只要品質夠好 自然價格也就漲漲漲 因為翡翠的東西 全世界就這麼一個話 你唸這個話 所以啊 因為沒有礦 所以翡翠非常非常的貴 而且我也相信 以後的翡翠會更貴 為什麼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翡翠已經挖得都差不多了 請解說 買珠寶也是一種投資 翡翠勿以稀為貴 這二十年它增值了十倍之多呢 所以我現在把它拖下來了嗎 當然 等一下 等一下 翡翠哥本終於出生了 剛剛講那麼多 老闆生氣了 老闆就讓我多帶一下 好嗎 對有錢人來說 黃金跟珠寶 是最快速可以變現的洞產 在任何一個時代 都不會退流行 只要手頭一緊 就可以靠它來應急 不過對當鋪來說 什麼樣珠寶難收 可是要注意的 不然就會像這個蝴蝶鑽石項鍊一樣喔 這個鑽石是已經流盪兩年了 已經兩年了 所以我們降價75萬 是 降價是75萬 是三折多 那你還要... 不是 我... 我的... 是認為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要賣這麼久 到現在才拿出來 當初我們如果賣低一點 也就... 早就出手了 你想想看 公司壓一百多萬在這邊 這是一個庫存的壓力 好 還好老闆有這個擔當 不然跑路了 這個3D儀器克拉的鑽石 看起來品質不錯啊 但是啊 因為造型特殊 所以不容易賣出 市價要224萬 排賣價原定75萬元 我覺得這個東西已經賣這麼久了 我覺得再降 再降10萬 65萬 還降喔 我覺得要有吸引力 好不好 我們可以買嗎 那不行 那還是要回歸給客戶 你確定是65萬嗎 65萬 不改啦 不改了喔 來 下面將是單頓表 來 經過大家激烈的討論之後 這次珠寶的拍賣價 你一定出 不但有百元商品 千元商品 萬元商品 更有貴婦們都想搶購的 名包 名表 還有這組當鋪裡 極度少有的祖母綠 當然它可就是百萬起跳囉 要挖一個純烈 像這麼大 要挖 搞不好挖兩個石頭 都磕不出這麼一個漂亮的純烈 所以要經過 可能要經過三百的兩百的 對 有的時候他們在礦泥 有的時候 可能挖三天都挖不到 像這麼漂亮的 有的時候都是三天白做光 看來這天然珠寶之所以名貴 就在於它的獨一無二 我說Summer啊 你可別被這琳瑯滿目的珠寶 你的神魂顛倒了呢 走走走 趕快跟琴姐走 今天啊 店裡頭可就來了一位 VIP貴賓了 我給妳介紹一下 這是我新來 妳好 新收的子弟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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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只收漂亮的 是是是 又乖巧又會講話 我是今天的實習生 妳好 妳好 她如果是服務不周 您跟我講 今天就薪水就沒有了 原來這位西裝筆挺的蕭董 並不是山窮水勁 而是為了在策賣會 買個頂級名牌包送老婆 才來把最近買的純金名表 真很緊一下啦 好 來 等一下 那個燕經理 這個 因為我們蕭董 今天可能大概需要一點錢 那你把它先檢定一下 好 看可以多少錢 是 好嗎 為了讓顧客放心 鑑定商品會在客人面前檢驗 請解說 當鋪在每個時代 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這裡的優勢 就是比銀行的冗長作業時間 來得快速 只要二十分鐘 客戶迅速就可以拿到現金了 妳點給蕭董看 好 錢放在這邊 對 五十萬 我還沒有 妳把錢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邊 然後對 一個一個點 鑑定確認之後 這市價一百一十五萬的名表 以五十萬現金點蕩周轉 雙方談好之後 核對身分 金表封帶 蕭董簽名之後 這一張經過改良的當票 現代的當卡與現金 一同交給蕭董 就完成登肯金的手續了 蕭董不好意思 一二三四五 好 這是五十萬 我給妳們放在蓋子裡面 其實珠寶出金前 當兔還得再進行整理 我這幾個戒指 妳等一下拿給師傅 好 因為我們要鍍金 鍍金要先拋光 不知道 妳看 它的紋都歪歪的 我看一下 歪歪嗎 是 歪歪的 對於這些戒指歪了 光澤不亮 或是要改色的 就會請駐店師傅進行整理 在師傅的喬手下 又喬又磨的 不一會兒功夫 這變身成功了呢 妳看看 這黃金變成白金 外七扭八的氣味 變得又圓又新 不過在正式拍賣前 咱們SUMMER 還必須進行特訓 珠寶拍賣會狀況劇 Part 1 開始 那就由我們的公司的同仁 代表是貴賓 好 妳走一圈 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好 來 開始 妳好 辛苦了 這個是我們號碼牌 那這個號碼牌的話 一定要把它留好喔 不能不見 如果不見的話 就不能進來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客戶資料表 就是請妳幫我把它寫得 就是很完整 不然有一些好看的訊息 妳就會漏掉 這樣 試看 好 謝謝 看來這歪廠發號碼牌的考試 算是可疑 但如果遇上OK 就SUMMER 妳又該怎麼借出危機呢 我買個東西 還要填這麼多東西 填這麼多資料 你會把它賣給再快幾個 不會 不會 所以我跟你講 填資料就是 妳就是我們的會員 我們有什麼好康的 妳會第一個知道 如果妳沒有填的話 妳就會漏掉這個訊息 什麼叫好康 現在才三百多 不好意思 那妳們如果裡面都賣完了 我還在那邊猛排隊 是... 還是還丟在那邊 好 請老闆那時候幹什麼 拜託我 因為我們的答案應該是說 好 我們會按照這個規定 依次進場 而且用最快的時間 讓所有的顧客 頓頓都買得到 那維持排隊繼續也是學問 如果發現以下狀況 SUMMER 你又該怎麼來排解 竹報拍賣會 狀況劇 Has Who Action 等一下 請... 今天要幹嘛 沒事 先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這樣早就來 不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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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想要怎麼辦 這個好 我來處理好不好 好的... 好 知悅先生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等了很久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買得到 我知道 你知道 妳的時間很寶貴 不是 別人的時間也很寶貴 那妳到原來的位置上 然後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讓您進場 好嗎 真的很快嗎 可以的 妳放心 好不好 謝謝您 好了 謝謝您的配合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原來是就這樣子 對 你知道嗎 排隊難免有一些爭執 那我們就要稍微有點耐心 就是好像剛剛說 快就會入場 是 我們這樣一起去 大家都急嘛 外場重點維持 那那一場呢 Summer 你怎麼打扮得 像維安人員一樣 難道 大家好 大家好 一個人只有十分鐘的時間 你們要好好把握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一個人十分鐘 是這一批貴賓總共只有十分鐘 所以我要說在場 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 總共只有十分鐘 請把握時間 好 好 盡量選購 明天可能遇到的狀況 也太多了吧 Summer 別浪費 各位同仁 明天就是我們年度的 週年慶特賣 我想大家都很辛苦 等到明天結束以後 就要發年重獎金了 好 開心 給我們自己加油一下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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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別急著想下班嘛 有沒有看到有人已經開始排隊了呢 那你是你幾天前來排的 我禮拜一來排的 禮拜一來排的 那不是好幾天了 對啊 所以你是拿第一號耶 對不對 應該也不算啦 也不算啦 一 二 三就對了 前三就對了 對… 那你是有被負責買什麼東西嗎 我幫朋友排而已 你幫朋友排喔 對… 所以你不知道你朋友 要買什麼就對了 對… 漫畫都已經帶出來了 那你知道你是第幾號嗎 第九號 第九號 對啊 那你有沒有信心可以買到 你朋友是要去的 我去的地圖 因為他就說先排再之後 看來他們是老經驗囉 這睡袋 椅子 微箱 為了就是珠寶出氣 跳樓大拍賣而來的啦 看來明天嗆夠激烈喔 天氣冷嗆嗆 又是寒風刺骨 又是綿綿細雨 但是搶購人潮不減反增 才隔一個晚上 這排隊隊伍已經是大排場囉 大姐妳好 美女妳好 妳可以靠靠告訴我 妳一定要買什麼嗎 妳偷偷跟我說就好了 沒關係 妳真的OK 大姐妳要買什麼嗎 跟我講一個就好了好不好 大家都很害羞耶 妳採訪我不對啦 因為等一下我妹妹會來 妳妹妹會來喔 我是幫她排的 對 妳幫她排的 對 她在家裡帶小孩 等一下會過來 所以妳是個好哥哥耶 先幫妹妹排 滿滿的人潮 而且既然還有冷汁 把它遮起來 我幫妳來看一下 美女 怎麼看到我就遮起來了 別走 別走 好 這位帥哥 這位帥哥 不要害羞了 帥哥 我要吃早餐耶 沒關係 我等你吃完 好啦好啦 咱們 咱們還是讓他們安心的排隊吧 你看 他們為了不被驗出 都已經包成這個樣子了 還要他們因為我們東閃西閃的 別為難人家了 走走走 請店裡頭幫忙去 三毛 我跟妳講 妳今天是實際生 妳要好好的幹 好 如果大家都在忙碌的時候 情緒不好的時候 妳要忍耐 是 妳今天是來打工的 好 今天就看妳的表現 好 董事長說我沒關係 好 絕對是 我跟妳講 所有的事情讓三毛好好的幹 讓好好的學習 是 好 哇哇哇 這情節的高昂聲音 真讓人感受距離拍賣時間 越來越逼近了 驚人哇就是把珠寶全數出清 所以珠寶擺放的位置就有配合了 你看到沒 這一櫃是擺三萬到十萬元 中價位的珠寶 這二櫃擺三萬元以下低價位的珠寶 這三櫃擺擺的就是十萬塊以上 高價位的珠寶 這樣一來才能夠分散選購客人 朗朗 妳現在在做什麼啊 我現在在分價錢 分價錢 很忙 對 我可以幫妳放好不好 妳可以去那邊幫忙 我就像是一個 味道它丟來丟去的垃圾一樣 有我可以幫忙的嗎 我幫妳劃掉或怎麼樣之類的 沒關係... 先等一下 好 就在大家忙著陳設珠寶的時候 這擲台的採訪記者 也紛紛進入店內等待 一年一度開賣會開跑 開拍前 新老闆還特地舉行了記者會 咱們家的SUMMER 也被指派為展示員 活動說明結束後 這發號碼牌也就上場了 各位先生 小姐們 我們現在開始要發號碼牌了 請大家依序的前進不要慌 不要急 然後拿完號碼牌之後 我們前面有飲料跟茶點提供 就是如果你口渴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領不用派收 那我們拿號碼牌的話 請大家記得不要跑太遠的地方 因為我們等一下11點 就會準時開始囉 SUMMER 加快速度呢 距離拍賣時間不到半個小時了 大姐恭喜你變100號了 有沒有 共同錢喔 做你買到你想要的東西 來 謝謝 前面有飲料喔 這搶購人潮還監督啊 從咱們家SUMMER手上 發出去的號碼牌 就有210個 不過人潮還陸續到來 由於時間已經到了 開始拍賣時刻 SUMMER 你也該到那場 準備就事 準備開賣 有啦 快快 SUMMER 歡迎 來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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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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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購價只要1000塊 加購價只要1000塊 只有4個喔 原價5000塊 要不要再加購價 有1000塊 有1000塊 加購 一個嗎 這邊 妳可以給他就可以了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加購價 原價5000塊 等一下 各位 大家好像不用錢一樣 我要... 怎麼沒有 我的按碼式不到3秒 馬上賣出去 拿出來 太可怕了 7號在我的店 好恐怖 7號在我的店 各位來... 今天要選購 今天要選購 我的媽媽咪啊 這珠寶出鏡 就像是菜市場買菜一樣 這時百萬珠寶 就像不用錢的一樣 看到拿就對了 各位貴賓 你們最後選購的時間 還剩6分鐘 趕快不要客氣 看到什麼就拿什麼 趕快... 妳有沒有看到喔 我剛剛有說過 這邊是中價位 低價位 高價位 現在全部的人 全部都在高價位那邊 太誇張了吧 更容易盤稿 現在只剩4分鐘 4分鐘的挑選時間 不要懷疑 不要猶豫 趕快把它拿起來吧 看到什麼就買什麼 這場拍賣規則 就是要領取號碼牌 一式進場 一次開放10個人 一梯次只限10分鐘選購 因為時間緊迫 為了不讓進場的客人 選購珠寶石 忘記了時間 所以場內會時時報時 倒數時間 4 3 2 1 時間到 我們感謝這10位貴賓的選購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現在先趕快 往前面的結賬區 謝謝大家 Summer 你趕快去問問 這些貴賓到底大家都花多少錢 來搶購珠寶 你買到什麼東西 面子跟切子 價值多少 不是喔 你花了多少 你花多少 這個方便 講一下 有沒有50萬 有或沒有 三位數 七位數 等一下 個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 你買了百萬 你趕快報警... 是要買給老婆的還是 幫別人買的 幫別人買的少 來 七位數 今天很好 一人一次 真的 好 那你下次要不要再早點來排 好 早點來排 好 謝謝 明年再來 個時百千萬 十萬百... 還買了百萬 算了 繼續賣東西吧 高價時尚 高價優時尚 時尚原本要500萬 現在算你240萬 不買可行喔 來... 有沒有 漂亮的專界 漂亮的專界 經過一上午 兵荒馬亂的搶購之後 為了迎賺下半場的到來 開賣會暫時休息15分鐘 我現在最興奮的是聽到15分鐘的休息時間 總算可以好好的喝口水 然後坐一下了 大家真的很恐怖 剛剛這邊瘋狂的掃啊 那瘋狂的叫賣啊 而且我也賣出了好幾個 這樣應該可以加薪吧 我說Summer啊 這個加薪問題 那就得看你的表現再說了 你還是趕緊像大家一樣 吃吃東西補充體力 美女 美女 你剛買的那個手錶 原價本來有多少 你不知道 你覺得買到有沒有賺到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就先拿就對了 拍賣會都是現金交易 這點鈔機的聲音 似乎不曾停過呢 秦老闆為了防止偽鈔趁趁機混入 還下重粉 才用銀行等級的驗鈔機來驗鈔 看過來看過來 這位小姐用了現金一百萬元 買了這對錶跟三個鑽戒 果然這是一場金錢與珠寶的遊戲啊 這真的太恐怖了 對啊 大家都可以 我覺得 那你平常本來就是會買這些東西的嗎 我平常會 可是我第一次進單步 你第一次進單步 那你會覺得這個單步 跟你原本想像中的不一樣 不大一樣 你本來想像中的是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是它的東西 但是沒有本質這麼大 對 那這個單步我覺得比較新鮮一點 那你現在是會再來看看嗎 應該會 可是又覺得很便宜嗎 有錢又覺得很便宜 對 說得好 有錢又覺得很便宜 沒錯啦 有錢就是便宜 大家看看這裡的買氣 景氣不好這個名詞 在這裡好像已經忘了一乾二淨 搶 走對了 現在我們還可以做活動 你沒想到他就有胸胃給他嗎 你有沒有想到 對啦 你對老婆很好 那你今天準備多少要帶老婆來買 沒有 準備陳小姐呢 沒有金額啊 沒有金額 他喜歡什麼就買什麼 你怎麼才挑那麼小的 挑大顆一點 走到我再帶你去挑好不好 還快來很大 再大一點 老公說沒有上限 當然買大顆 有一個11克拉的問號 因為當鋪都是現金買賣 所以秦老闆怕顧客身懷巨款 有危險 還賣回當天設有個定金區 現在前面是一陣激烈的戰爭 然後這邊是定金區 你只要買現在20萬以上的話 你可以付30%就好 然後這邊是驗收區 就是合對一些就是你的證書啊 定金區都是大額交易 工作人員除了要把貴賓所選購的珠寶 一筆一筆登記之外 還得總金額確認再確認 不過有時候也會當機出錯內 現在全部的人都鬆口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剛剛編號上面是寫36件 可是實際只有35件 全部的人一直重複的 一直數 一直數 數到最後寫到重複的 一次選購35件珠寶 那總金額也嚇人吧 將近400萬 有人是買得高興的不得了 但是也有人沒搶到想要的 買個名表送女兒 她明年會再來嗎 會 看裡面好東西都 因為後面來收買得滿好的東西 因為一開始 前面都搶光了 好啦... 沒有搶到的朋友 明年 請走囉 恭喜大家 辛苦了 我們今天的工作各一頓都了 謝謝大家 辛苦了 好累喔 辛苦了 大家 請媽媽來了 請 爸 我已經沒有聲音了 我只能用大聲工跟你講話 妳表現還不錯喔 對 我想請問一下 我可以拿這兩天的公司了嗎 來 問問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 這是妳兩天的公司 收入我兩天的公司 對 妳不要收起來 謝謝 請勤老闆 下次我再打電話 妳再來這邊打工好了 好 這兩天的一日所得呢 為何捐給相關的事業勝負團體 謝謝 謝謝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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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SOMAR啊 咱們這兩天算是開開眼界了 體驗了這場當鋪周年慶 看到了不少的西式珍寶 也看到大家為了撿便宜 寫平的封房 但是最終還是謝謝勤老闆 讓我們認識不一樣的當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打工女王 許晶晶 今天來到宜蘭礁溪呢 這個地方一出雪碎就聞到 空氣中有一股烘味的味 就是這味 讓一個老闆翻身 到底是誰呢 這個老闆就是 這就是 聽說喔 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說你第二 沒有人敢說他第一 這是別人說 不是我說 這樣喔 這樣神功的秘訣在哪裡 今天要幫你請教 今天剛才有你做澡 沒看到 從做澡開始好了 做澡嘛 最基本的嘛 對啊 烏冬戶就要從 最基本開始我們來挖秘訣 從現在開始 好 沒問題 走 沒這樣走 好 走 錢錢錢錢 我來啦 原來讓老闆林華 翻身轉大錢的 登登登 就是這筆啦 翁瑤姬 你看看這個油亮油亮的 金黃色脆皮 真是非常誘人 聽說老闆一天就可以賣出 接近一千隻烤雞 而這個外表黑道不行的烤窯 就是那致命賺錢的吸金雞 到底是什麼樣的吸金術 讓金金飛來大功不可 因為我們這就是專業樓 你做生意的 所以我們要找一段 要有這個熱學原理的設計 烤的雞騎比較好吃的漂亮 熱學原理 老闆 你跟我說一下 你熱學原理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這是追性的 對 它熱氣是往上升的 對 熱氣往上升 然後它的火力會集中在前端 前端之後它會再倒架 一直在這裡跑 這個熱氣一直在那裡 不會就過散掉 所以熱氣會在裡面 一直巡迴就對了 對... 真的是這樣喔 對... 那個國中老師不好意思 我物理都還給老師了 完全忘記那個熱學原理 是怎麼回事的 我說金金啊 你忘記什麼熱學原理 是非常珍藏的啦 不過阿華老闆真的是 我剛剛對到油看北出來耶 由於他本身是學機械設計的 這個烤窯可是他自己 研發設計的喔 除此之外啊 阿華老闆還想晶晶透露 他的灶 還有不可少的獨家蜜蜜 獨家蜜蜜蜜 這什麼 這什麼 這糖耶 糖啦 這不是紅砂糖嗎 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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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我這樣 老闆沒有 老闆不要去 沒有啦 沒有啦 啊 只是作造耶 又不是要開始烤雞了 原來在製作烤窯的時候 加入糖是要增加黏性 使得泥土比較不會剝落 而加入麵粉增加它膨脹的細數 好防止裂開 至於加入這個黑黑的窯灰 是要讓烤窯比較耐燒 扒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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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的媽媽咪啊 晶晶 你打工也太認真了吧 阿華老闆是請你把混泥土塗上去 並不是叫你把這個獨家蜜蜂 當麵霜來用耶 真是要為你的認真工作按個讚 所以我有認真工作 有 有 有 我有認真 我要邀請這樣加進去 你要在那邊喔 你確定喔 你在哪兒 巴蕾好 我比較小 巴蕾 巴蕾好 阿山 你也不要變成這樣 剛才不臉中那樣 而這個烤窯還有一個機關喔 最後來 切開 放進去 這就是烤窯用的 對啊 這就是烤窯用的 對啊 對啊 我知道啊 你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要換的時候 這腳拿起來 對啊 你比如說 如果皮 垃圾 要洗 有沒有 要洗的時候 來 拿起來就好了 拿起來就好了 裡面可以洗啊 對啊 洗啊 可拆洗 不然你如果要整腳都要卡住 沒有菜 對 這回兒終於可以知道了 為什麼這個烤窯可以申請專利了 真是不簡單 這爐司好漂亮喔 很香耶 喝喝看 很難喝喔 那我小口一點 很難喝喔 好甜啊 對啊 你放了多少鹽巴在裡面啊 你是整個海鹽都放進去了吧 對… 鹹鹹鹹鹹 光看金金的表情就可以感受 這個鹹度超過二十度 比海水鹹上三倍的老滷汁 是怎樣的鹹味了 而就是要這樣的味道 才能製作出 藍陽第一的翁妖雞 獨特味道 太難聽了 欸 距離中午用餐時間 還有一個小時耶 不過你看看餐廳內 已經有饕客 陸陸續續上門來 品嘗翁妖雞的美味囉 到底是什麼樣的滋味 讓他們悲吃不可呢 對… 對你覺得很愛 醬子也不錯 醬子也不錯 來 第一次嗎 醬子也吃了 對 那每次都要來嗎 對 這個翁妖雞的美味 真的是魅力無法當辣 你看不一會兒功夫 店裡頭已經座無需席了 甚至还有人不忘拍照留意呢 翁瑶姬除了可以在店里品尝之外 还可以走人工得来宿呢 你看看大哥兼坐交通指挥 阿花老板的翁瑶姬身影真是好到下下叫 店外车辆是一辆接着一辆 店内客人也是一桌又一桌 他们创下什么惊人数量呢 从这位接待大哥手中的号码牌 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还没做几位 还没做几位 四位吗 你不早还没第二版的第一张桌是三十四桌 现在还没中午 只是快中午而已 里面已经全部都满了 然后生意好的程度怎么看呢 生意好的程度 看他手上这一叠厚厚的就知道 今天有多少的生意了 你看 已经厚到数不清了 这应该有几百张吧 对不对 这样算好的吗 还是普通而已 还好 普通而已 这已经一百多汤了吧 对 这样算还好 对 之前都厚厚的 之前一天就 昨天都厚厚的 对 所以至少有 不一定 不一定 不知道 反正这有关于营业的就不要讲 但是生意就是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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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这样一直来 一直来 到底翁瑶鸡究竟该怎样 才能烤出如此脾脆 肉甜多汁的美味呢 金鸡你就赶快跟大家说说吧 那这个再不用了 好 这些猴瓜 来 现在 我们要调记立正站好 立正站好 对 立正站好 有 可是这样头往后仰 怎么办 对 来 你要把它固定住 固定住 固定住 然后呢 拿上我们的 獨家配料 獨家配料 对 獨家蜜蛋 这不是刚刚那个老卤汁 主事不是不一样 这个另外一道手续 真的啊 好 把它擦匀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注意到呢 这烤鸡的架子 有点给它特别喔 架子下面还多一个 不锈钢的脖子呢 这可是阿华老板 别出新材的设计喔 加上我们的蒜头 香菇 放在下面 对 放在下面 为什么要放在下面 这样子使鸡汁 能够增加它的香气 那个香菇能够吸收 鸡汁的油膩感 把它吸收掉 那吸收掉以后呢 如果下面 你要凝水 不用 再铺一点水 再铺一点水这样子 让它滴下来的鸡汁 不会去凝固 不会去凝固掉 不会去蒸发掉 这就是像 古早的人去鸡鸡汁的同样 原来啦 这个不锈钢锅子 是用来接烤鸡时滴下的鸡汁 不过大家可别认为 这个鸡汁没有用处喔 贴心的阿华老板 会把又浓又香的鸡汁去油之后 熬煮鸡汁脆足笋汤 免费提供给客人喝到饱 真让人好奇 是什么的火候 才能使翁瑶姬有金黄色的脆皮啊 所以现在好了嘛 放四个 看四枝对 四枝放好又盖起来吗 对 盖起来了 盖起来 可是我刚刚有看到大哥们都这样 拿起来看一下 拿起来看一下 所以在看什么 因为这个烤的时候要时间嘛 这个下面都是因为烧熔脸木 对 所以那个温度不是像瓦斯 那种大碎蛋也可以准 所以有时候木头刚才说 温度会过头 所以都要检查 鸡有没有烤过烤焦掉 阿华老板坚持他的翁瑶姬 一定要有台湾古早味 不只是烤鸡 有着浓浓的阿嬷怀旧味 烤窑要遵循古法制造 甚至采用龙烈木或是荔枝木 来烤翁瑶姬 一半要等多久 一半都要差不多五十分 为什么你能对半 节省一半的时间变二十五分钟 专利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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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早上被做的 那麵马的炉子啦 乖乖你能够来一下走 来一下走 这样虽然就虽然走 有啊 像台湾有了 快点嘛 钱流比较多 这样公公有什么十分钟 看一下… 你要教我看看 这个 哇 我不要看耶 这可以看 阿伯好… 三胡给你教就好了 阿伯好 好 好 每一支都要看就对了 对… 对… 有了 已经在变色了 后面这边已经在变色了 对… 然后我们要走过来 跑这边了 好重喔 好 慢下去了… 好重喔 阿伯老板被称为 甕仔鸡界的第一把交椅 可说是实质名归 为了在短时间内 把香喷喷的烤鸡端上桌 它的烤窑分两种 这个一次可以装进 四只烤鸡的大炉 主要是以摄氏 230度到250度的高温 把鸡汁的鲜肉烤到恰到好处 而一旁的小炉则主要负责 把鸡皮烤到金黄酥脆 为什么这个小炉可以让鸡的皮变酥 因为它小炉它的火力集中 温度上升快了 因为它一次只能烤一只 这个炉子对 这个炉子的温度在350度了 刚刚那250 这个350多100度 对…100度 然后又集中 对 所以它可以很快把鸡弄到 弄酥 对 是这样喔 对… 由于奥妖鸡经过大炉小烤之后 鸡肉的鲜嫩度已经呈现最佳口感 所以放进摄氏350度高温小炉 只需要10分钟即可 师傅会不定时地来观察鸡皮的变化 生怕一个不小心烤焦了 知道整只烤鸡呈现油亮油亮的金黄色泽石 才大功告成 接下来当然就是上菜咯 准备教训 吃烤鸡喔 这个只浇过一次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只浇一次而已喔 只浇一次 你要记住喔 吃烤鸡就吃烤鸡 还能那么多学问喔 哎呦 你看一下啦就知道了 先把… 做头 先碾断 有汁喷出来 哦 哦 哎 轻轻别急别急 吃翁瑶鸡可是有方法的 你就仔细瞧 仔细听 为让翁瑶鸡的皮与肉不分离 所以要先大卸八块 你知道我这样拿啊 你可能听不到那个声音 那个…那个皮已经酥脆到 我这样拿都有那个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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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了这样 哇…好 我先从… 先从翅膀开始吃 我看这颜色烤得多均匀啊 哇…光看晶晶这样品尝翁瑶鸡 就叫人口水直流呢 那肉鲜多汁的口感顺直回味 连这个大家公认最难吃的鸡熊肉 都鲜甜不涩 沾上老板特制的胡椒盐 与鸡油之后 更让鸡肉的美味 展现另一番风味 不过啊 晶晶 你可别只顾着吃 而忘记向老板领行日工之内 看我们今天呢 努力地挖到的秘诀 然后也努力地学了很多的诀窍 一日薪水怎么有多少呢 哇…一千二耶 辛苦你了啦 真的是不简单 我们做这个喔 真的是… 勞力在付出喔 真的是很辛苦啦 每一只鸡都是 每一个员工 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 好好地 呵护着它 看守着它 才烤出来的 这么香喷喷的 哇… 谢谢 大家享受到这么美味 谢谢 谢谢老板 我直接写了很多 真的… 就是我今天一日薪资 我们要写给相关的实验证度社福团地 谢谢老板 谢谢您 谢谢 这一天我们来到了宜兰郊西 认识了翁瑶鸡大王林依华 他把人人熟悉的翁仔鸡重新包装 在自创研发的专属翁瑶里 烤出一只只黄金色泽的烤鸡 也许烤法变了 但不变的是那份阿嬷古早味的味道 这一天我们来到了台北东区 认识了当铺老板秦瑟琳 四十多年来 他用专业累积口碑 让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职业 逐渐的台面化 他也把流荡品拍卖 当成年度大事 用现实限量的方式 引起贵妇们竞争 造成风潮 也解决了公司的现金压力 更使得他的当铺 在摩登的城市里头 活出另外一种格局 我 我在体验 我在体验人生 体验一个你不知道的工作 体验一个你不知道的行业